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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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電視攤飯 我們身處的地方就是创世機電 《紅塘道1號》 接下來逢星期一、星期五 有不同的嘉賓來到我們當中分享 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 一起聽故事 希望我們的生命都一起被激勵 在我身邊繼續有陳文偉 來自各星視團的Derek 你好,文偉 剛才聽到你在外國留學 在那邊遇到很守望你的姐姐 在那裡傳了福音給你 你真的感受到 原來跟你小時候 媽媽帶你所信的佛教是很不同的 是說愛很多的 我想問一下 你從何時開始踏上你玩音樂的路呢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音樂 因為我爸爸媽媽 其實他們最初… 我爸爸媽媽都很喜歡唱粵曲 粵曲? 是,我完全完全不懂 是 但他們很喜歡粵曲 他們互相認識的 當年他們告訴我 都是在粵劇的曲藝社裡認識 而最後互相欣賞而結婚 所以我可以說 從小就對音樂有很大的興趣 和音樂結合不解之緣 好像有個DNA在你的生命裡 對,從小也很喜歡唱歌 也很喜歡音樂 你最喜歡的歌手是誰 我記得的就是很喜歡張學友 歌神 對,這個真的必定要喜歡 對,我小時候很喜歡唱歌 也很喜歡音樂 也不依靠在流行音樂 也很喜歡古典音樂 很喜歡古典音樂 不過… 對,我想對唱歌的音樂 對唱歌的興趣最濃厚 因為可能爸爸媽媽也是唱歌的人 對,那你從何時開始選擇 你音樂的方向呢 就是可能年輕人 我喜歡打樂隊 或者我喜歡文歌 那你小時候是怎樣 接觸到你現在很喜歡的音樂呢 我想過程其實真的挺特別的 因為我小時候 我剛才剛才所說 我小時候很喜歡音樂 我後來去聽歌的時候 我就時常去想 那些歌曲是怎樣做出來的 為何編曲會這麼好聽 為何人聲和編曲會這麼合適 那些事情 我就時常去嘗試去學習 去研究怎樣做 最初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很搞笑 自己去鴨寮街 是 買一個混合器回來 然後自己買一些伴唱音樂 然後唱歌 然後混合在一起 然後錄下去 然後就研究一下 怎樣才能配合得最滑 對… 那時候還是劇奏帶的年代 蛤… 對 對 很少人一接觸音樂 我就要學混合器 對,因為那時候 已經對製作很有興趣 對 但是對於其他製作的範疇 沒有機會學到 但是唯一可以自己摸索得到 就是想想怎樣做混合器 所以就去鴨寮街 買一個混合器回來 自己弄 自己玩 錄了帶 然後自己聽說 看看好嗎 不要再做過 等等 所以… 那時候我還沒信主 你想想 對 所以我跳了一點說 就是後來信主 做了音樂製作這個工作 我覺得是神很巧妙 很奇妙的一個安排 對 由你童年的時候 已經放了很多復筆 對… 對…我也覺得很神奇 對 其實我一開始還想 你會不會是樂隊出身 打樂隊開始 你竟然一開始 就已經是喜歡去研究 怎樣扭聲 對 如果一定要說的話 我想我是比較傳統的音樂出身 因為我自己比較傳統的是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是學琴的 小時候 學鋼琴 不過又學得不太厲害 我每樣東西都懂 每樣東西都半桶水 懂鋼琴 然後後來就學中題琴 然後就在學校的弦樂團那裡拉 就是中學的弦樂團那裡 做中題琴手 那… 那時候 是後來去到美國的時候 我才開始接觸 真的… 流行音樂的元素 多一些 就是Bass 學彈Bass 學打鼓 學結他 這樣之處 喔 樂隊生的東西 對,樂隊生的東西 喔 難怪你在這個 樂隊的圈子裡 我只知道他們是… 很厲害的一件事就是耳朵 從很小就已經訓練他的耳朵 那所有… 取得平衡那些 喔 那你去到… 你會不會在教會那裡 又幫忙做其中一件支琴 或者是做一些音樂 這樣嗎 有幫忙做過音樂 那… 不過都… 在教會比較少 因為… 到我真的開始… 很活動地去做音響 音響工程那些東西 我想… 那時候我已經加入了 現在的各聲市團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 雖然都是做音響、音響那些東西 不過都是在各聲市團做的 喔 就已經是實踐了在各聲市團 對,也給了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和轉心的機會 喔 所以就真的邊服侍邊學習 對 哇 很厲害 那你那時候一開始 哪一個找你去各聲市團 那就要… 可能長細一點說 又… 我為何會開始用音樂示範說起 或者是… 對… 因為其實我順序廚沒多久 剛才所說的 我現在立即是順序廚 我順序廚廚之後 因為沒多久我就開始想 我也想用一個侍奉的機會 去… 真是… 回報回… 即是…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是 去回饋回… 應該說 回報回神對我們的愛 這樣 那我就祈禱 希望有一個侍奉的機會 那我記得祈禱之後 沒多久之後呢 真的沒多久之後 好像是一、兩個星期之內 那我有一次呢 就聽到 我們教會的… 儀式團隊的敬拜隊在練習 那天剛剛我姐姐帶我回教會 因為她是… 忘了教會做些甚麼的 那我就經過見到她在那裡唱歌 我就不其然跟著在那裡 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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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那當時… 那個… 敬拜隊的那個人頭呢 就覺得… 原來Derek都可以唱歌的 都可以唱歌的 那不如… 又相信主了 那不如加入來一起… 敬拜隊幫忙吧 那就是那一次呢 就開始了我第一次… 音樂敬拜的生涯 那還很搞笑 她第一次找我 就叫我獨立一首歌 那我其實上到台後 就有點… 挺害怕的 讀指音 第一次對著這麼多人 這樣讀唱一首歌 也挺害怕的 是啊 但是… 但是… 亦都因為那一次的緣故 那當時… 我們的舞機構 即各星市團的舞機構 各星報道團的一個董事 就剛剛正想在洛杉磯 做一個街頭的報道會 那他自己看到 Derek原來可以讀唱的 那不如找他幫忙 去做這個街頭報道吧 那就找了我去做街頭報道 那一次街頭報道就是我第二次 還在街頭當著這麼多人 在那裡讀唱 那就是我第二次公開的 用音樂來服侍神的 其實就是這樣開始 但是當時 國星市團其實還沒有正式成合 當時只是國星市團的初型 你可以說是 那只是國星報道團 在洛杉磯舉行做一個街頭報道會 是 我記得你說過 國星報道團 沒錯 他們服侍的範圍很大 沒錯 即不一定是音樂 沒錯 之後慢慢發展 才去到現在的國星市團 沒錯 就是你們用音樂製作 來傳福音 對 但其實很特別 因為如果大家回到教會 就知道 如果你加入敬拜隊 就應該先開始幫忙唱 沒那麼大壓力 在旁邊可能是唱合和音 學習一下 對 不知道為何有這麼特別的機會 對 對 第一次就推你去做 就是做了主音的一條路 所以想不到一次的彩排 即是教會一次的彩排 對 就讓你開始了這條路 對 但也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因為由我信主 到我開始想事奉 到我祈禱 到我祈禱 到神 讓我有這個機會 用音樂去服侍 對我來說 整個是一個很清晰的神 去答應我討告的一件事 所以故此 我有一個很強的信心 可以叫做 去用音樂去服侍神 就做了一輩子 對 厲害 那你從何時才覺得 要納致說 全職 因為其實在教會 去侍奉 或者是幫一些報道團 都是好像義工式 一次或者兩次 都是幫忙 是 那你幫忙幫了多久 從各星市團成立到現在 大學初期信主到現在 明年就 不 現在是19年 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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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一次的街頭報道之後 你一直都… 那一次的街頭報道之後 我們的團目 李偉強牧師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可以繼續下去 不需要解散這班 當時的年輕人 是 於是 他就把我們一班人組成一齊 就成立了當時的各星市團 就是在街頭報道之後 沒多久就成立了 各星市團 就在1994年 就是一次 然後就… 對 原班人馬就20… 成立了當時的各星市團 是 今天的各星市團 就… 人們已經不同了 除了我之外 和李偉強之外 對 對 你們真是做膽子 對 人們都不同了 對 但當時就正式成立了 一個這樣的事項 我想當時的牧師 就是希望用一件事 來維繫這班年輕人 對 對嗎 誰知道 你們就做了職業化 可以這樣做 對 很精彩 好,我們下一節再一起去聊 究竟之後的各星市團 有甚麼變化呢 經營了這麼多年 一定會有不同的起跌 我們下一節再聽聽故事 請記敏 稍庭 請示範